韩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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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23岁内蒙古人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财务管理专业硕士 谢谢 来 请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韩孟杰 大家好 我是韩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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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韩孟杰 我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美丽的包头路程 在这个城市 我度过了我的大学生活 之后前往白俄罗斯 进行了硕士的学习 我在那边想给大家介绍 我的本科学历是数字媒体艺术 我想寻求的职位是数字媒体 所以今天我会努力加油 也希望各位boss们可以多多提点 谢谢大家 您穿的是那蒙古的这个民族服装是吗 对 是 说韩语是因为自己的外语就是韩语 对 学的就是这个 所以大家可能会有点奇怪 怎么穿的这个蒙古族服装 说的是韩语 主要他在白俄罗斯读的书 还去白俄罗斯 我们就凌乱了 为什么不讲俄语呢 是这样 我在白俄罗斯 因为学习的时间比较短 是一年的时间 所以在那边的大多数 会接触到的人和说的语言是英语 是这样子的 那俄语会吗 嗯 俄语会一点点 这个本科是 本科是数字媒体艺术 硕士是财务馆 对 财务馆 对乡区甚远 为什么会这么学 嗯 是这样子的 一是机缘巧合 朋友有就是家里的亲戚啊 朋友有介绍说 我可以说去那边进行硕士的 学历继续深造 二是因为可能在本科当中 我学习的是有关于媒体 数字这一块 我在想的规划说是以后 可以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 不止仅限于数字媒体 也可以再多一些机会 那也差得太远了 你是不是去白俄罗斯 就是为了拿一个学位吗 并不是 并去了多久 去了一年 一年的硕士 含金量能有多大呀 嗯 财务管理的专业是这样的 在那边学到了一些 类似于金融 金融分析 还有数字分析 完了 金融信贷 之类的这些 那那些财务管理的知识 是在国内能用得上多少呢 这个东西 国内的财务最基本的几个报表 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这个财务管理的报表 可能回来我会要继续接着学习 往后的日子 其实我是想攻读博士的 攻读哪个专业的博士 管理学的博士 什么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嗯 你有点这个矛盾 嗯 你要数字媒体就数字媒体 你要财务管理就财务管理 而且你一年的硕士 去搞财务管理的博士 可能很难 对 所以这条路可能会比较坚实 所以我觉得我们说话实在一点 也不大 就是可能大家对博士这件事一直有误解 就是很多事情不用念到博士的 就博士还是做学术研究会更多一点 就千万不要把博士变成一个奖状 就觉得我有一个博士学位好像就 而且我觉得在国外学金融是没有问题的 你学财务真的跟国内很多东西 你没法拿过来用的 尤其在俄罗斯周边这些国家 体系更不一样 对 你回来很难用 我们第一环节还有视频 放一下 这是有关于一个画媒体提示的作业 然后我是做的一个类似于小鸭机体和音量 在电视机上开始录音的行程 包括每一个版画点进去了之后 它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给大家展示的是所有页面 然后每一个页面每一个按钮 都是可以点进去 我的作业是必须是因为是个人作业 没有其他的情况我们是两周的时间做完 这个作品是你个人独立完成的吗 还是说 对 没错 是我个人独立完成的 我的大学毕业设计选的选题是一个影视媒体 我们是两人一组去进行制作的 然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 我的分工是负责前期剧本的编排 包括从整个主题的构思呀 对 这个就是我当时因为一个剧本设计 列出的一个大纲 我的思想和我跟我组员去实现 把它做出来的一个问题 包括后期的媒体的模型设计 动画各个方面的脚本 我其实想说的是在这一方面 我也有学到东西 是这样的 感觉本科确实是学到了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 他这个能力去做普通的自媒体有点可惜了 其实他做自媒体就是做抖音这一类的也挺好 他做那个 他可以做一些抖音方面偏技术方面的一些东西 你要求多少钱薪资啊 我的薪资要求的是因为我也是刚毕业 所以是特别想去一些大的城市 你这么说吧 读博士要多少钱 你说吧 你说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五千到五千五 那是何宁何月读得上博士 我想 因为我特别喜欢杨蓉BOSS 从零到一的这个概念 真的跟我的美术很接近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画画人就是从一张白纸把它变成有的东西 你选他是因为喜欢他个人的 对 那个理念 我们说的是工作 可能我有点跑题了 你要求薪资多少五千是吧 对 五千到五千五千 这姑娘呢满满的幸福感 长得也精致 但她有的时候总是有点闪烁其词 有点自己的小心思 来来来 你们两位看到了什么 请爸爸妈妈发言 先让你的老乡吧 孙玉老乡 这也是一位博士 我要挺一下我们这个老乡 这个我也是内蒙人 你好 然后因为我大概对内蒙的学校比较了解 长期内蒙去做一些讲座 所以她的整体来说是特别优秀的 因为她得过励志奖学金 她就应该把她那个设计啊 读设计的硕士 博士 那是没问题的 对 好去学个财务管理 你看 然后你听我说为什么 就是坦诚的讲内蒙比较偏僻 就是大家有点这个眼界不高 所以我特别理解内蒙的学生想要出国去增长一下见识这种想法 确实她回来说完 我才说你看白波罗斯国立大学 就看似我的背景好像好一点 但其实她最好的并不是她的这个背景 而是刚才和对boss在一问一答过程中她底线出来的一些素质 我觉得这点是可以看到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其实从孟杰你整场的表现 你的高光时刻就是从你的作品亮出来开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建议你自己沿着你的主赛道往前走 如果你真要再学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在你的主专业再学一个硕士 这都没问题 对 你这样的话有管理的意识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专业的技能 是 老师说的对 什么东西